这里我们理科模块这一部分便进行完了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回顾说 输入一下我们这一章的主要的内容 为了实现理科模块 首先定义了我们理科模块两个重要的MO 这两个MO一个是我们的TripleModel一个MO 还有一个TripleTableMO 这两个MO在实验它的过程中 借助了老师给大家提供了这样一个 JSON转模型的工具 快速的将我们的JSON数据转化成我们的具体的模型 那么大家在实际开发过程中 也可以借助老师的工具 将以前复杂到一些模型类数据行进行转换 转换过来之后 大家可以根据需要来修改它的转换的名字 以及它里面那些资装的类型 它转换的过程中 比如说它遇到一些Google类型 或Intern类型 有的时候它转换的不是那么精确 大家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比如内型转换的错误的时候 可以通过很多的RAM面板 在开中里给大家进行讲解 这个RAM面板里面 会抛出一些错误 大家可以开启Dedag模式 然后选择老师给大家讲解 打开我们的DAC的全局断点 这个时候我们代码运行的错误的地方 我们就可以快速定位到 我们代码所出现的位置 这个时候便于我们去解决问题 另外我们在实现我们理派模块的时候 首先我们接触Type6 以及Type8 来实现了我们整个理派模块的一个框架 那么上面是这样的一个可以滑动 以及点击到这样的一个Type 底部我们是通过一个第三方的插件 我们实现这样一个步骤的效果 那么这里面用到了我们很多布局的支持 这些布局的支持 有些是我们在基础部分 其他章级里面已经讲到了 有些是我们第一次学习到的 所以说大家下去之后要学习多练 多总结 然后这些用法只有你练习到了之后 才能进行掌握 还有真正的一个体会 另外本章课程里面有很多的彩蛋 无论是调试技巧的彩蛋 还是我们布局的彩蛋 以及我们远到几个彩蛋 这些彩蛋建议大家下去之后 要多进行总结 通过总结将老师的知识 变成你自己的知识 以上便是我们本章的主要内容 大家在学习这章的过程中 如果有任何的疑问 或需要讨论的地方 或遇到任何的困难 都可以在我们的课程的问答区 进行提问 老师看到大家的提问之后 为大家进行直视的辅导